之前有一次發生過也是 我是在日本 然後那一次是為了省錢住朋友家 然後我整個晚上都聽到 外面有人一直在走動走動 可是他們全家都在睡覺 我聽到誰的聲音這樣 可是我當下也沒辦法說什麼 因為我是隔天就要回台灣 我只是借住一晚而已 對 然後這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回來之後沒兩天 我就是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忽然間頭很痛 痛痛痛痛 痛到我站不住 然後痛到我被 然後還照那個什麼MRI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感覺是發生什麼大事 斷層掃描 對 我全部都做了 因為我就是頭痛到 然後我一直哭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那一天 因為全部都檢查都做完之後 其實我也都沒事 我的身體是好的 然後醫生也抓不出來 我為什麼這樣子 然後總之那天 大概到七八點之後 我就漸漸恢復了 然後我弟來接我 然後我們兩個 就一起去吃晚飯 因為我就好了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這樣 後來我過一兩天 有去拜拜幹嘛什麼之類的 我才知道說 我可能是前兩天 在那個朋友家刷掉 然後 在朋友家刷掉 對 跟到 對 刷掉 然後所以回來之後 我沒有當下立刻發作 因為可能我的身體告訴我說 你要回家囉 你回家再說什麼 我不曉得這個邏輯是什麼 總之我就是過兩天之後 才在身體上 就是用其他的情況發作出來 完之後 那我就 後來就沒事了這樣 那我現在最近個人經歷 就是說前一陣子 就是去年 因為我那時候不是因為疫情嗎 所以我們節目 就是除了原本的女人 之後我們開了一個網路節目 所以那時候就有錄一個 就是也是那個靈異特輯 他們那天住一個攝影棚 在重要東路上一個大樓裡面 我必須要說 就是我現在的體質 我常常不是見到人或幹嘛 我會到一個地方 我會覺得 感應的 對 我會覺得他這個地方時常不對 那我就想盡辦法 他會趕快離開這樣子 然後那天是連錄兩集 他前面那一集 他有找別的老師來這樣子 然後那個老師是我不認識 我也沒見過的這樣 我一看到其中一個老師 我就覺得 我就開始渾身都覺得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 同一集還有一個藝人血型 那他比我更 更不舒服 他比我更窗戀一點 對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我們兩個就交換一個眼神 是不是 妳覺得哪裡不太對 妳說那個老師 對 我們兩個就這樣看他 那你不舒服是什麼樣 就是你會覺得有點 壓迫嗎 結 我沒辦法正眼看他 我會看到他 我會覺得 陰森 你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 他不是正 結 是斜的 是毛的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在討論 這件事就是說 他身上有帶一個佛牌 然後可能他那個佛牌裡面 供養很多信仰什麼 有的沒的 也許都在那裡面 所以導致那個人 他的那個老師的磁場 很混亂 所以很混亂 讓我們可能稍微比較敏感 就受影響 一點點的人 就會受到一點影響 因為那天有一個來賓叫武尊 然後他講一個故事是說 他身邊有一位好朋友 一直都跟著他 我聽到那個故事的瞬間 我沒辦法 我就開始整個 我就一直 我沒辦法控制我自己 我就開始一直轉圈圈 我就開始靈動 一直轉 然後我沒辦法控制我自己 可是一天換下一個人講故事 比如說他的故事是 雖然很可怕 可是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我就很平順的可以聽完 這樣 這件事有 妳說起來轉圈圈 不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喔 對 我有帶一段VCR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 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你身後有跟我合法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真厲害 我到了那個時候 我帶你去給他看看 跟你大概有三個左右 有耶 所以後來我就問他 我說那個他還在嗎 他就說他還在 他一直跟著 那剛剛我問唯一 唯一也說他還在 沒有 這是其外話 其外分審 他還在 說哪次 他 他說這二次 他說最好 好 對 好 那我就開始分享故事囉 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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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但我現在也有一點點 而且他剛剛看到 那個VCR也會耶 對 我沒辦法告訴我 他這麼強烈 就會開始 這個很毛耶 真的很毛耶 可是這個故事 我已經聽過很多次 就是那天講的時候 就在轉嘛 那現在我在聽到的時候 我還是會轉 他也許已經不在了 但他可能有一個延續力在 妳的這個真的很可怕耶 不是可怕 我現在用正向心態看他 那我也是有被教導 就是說當妳覺得很害怕 或幹嘛的時候 就趕快跟祖禱告 或什麼之類的